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看看 这人连个男人样都没有 正义怂包 这小子哪里比我好 是啊 玉瑶姐还是跟我家抢哥吧 就是就是 在我心里 他哪都比你好 你 玉瑶 啊 张义 你醒了 头疼吗 我这是 被天洁乏下 回到大学时代了吗 玉瑶 啊 张义 我去 张义这小子竟然抱宋玉瑶了 这小子 什么时候胆子变得这么肥了 快放开那朵小花 让我来 玉瑶 能再见到你 真是太好了 张义 你的手放在哪儿 马上给爷放开 李强 趁我心情还不错 立刻消失 这张义不是出了名的胆小怕事吗 今天怎么胆子这么肥 张义 你要怎么再给我抢哥说一遍试试 玉瑶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这是张义主动挑衅我的 今天说什么 我也不可能放过这小子 李强 你想好 这里可是校园 你要是 玉瑶 放心 从现在开始 换我来保护你 啊 张义 给我上 兄弟们 给我往死里挡 去死吧 连个残废都收拾不了 真是两个废物 记住了 宋玉瑶是我张义的女人 从今天开始 你们这些阿猫阿狗都给我离原点 没问题吧 张义 快放开我 别忘了你是个什么角色 我是个什么角色 曾经的我 是一个彻头彻为失败的人 你们 放开那个女孩 所有事的起源 都源于我年少时的一次血迹放钢 却没增强 因此惹上了一个富二代 孙志阳 而那个女孩 竟失口否认被欺负的事实 还与孙志阳继续搅合在一起 父亲的腿 看看这一定就是这个废物 我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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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好意思刷牵眼 自此 我性格大变 胆小怕事经常被人欺负 张义 可那个女孩 却一直没有放弃我 我与玉瑶 已并踏入了东山大学的校团 虽然生活仍旧糟糕 但只要有她在 似乎一切 又慢慢好了起来 可生活 没有就此放过我 就是这样一个好女孩 最终却被好友出卖 挣扎的过程中 会不让对方得逞 毅然跳楼自杀 保全了自己的清白之身 昏昏噩噩噩地过了几年 直到无意接踏入主传送阵 我来到了一个可以修炼的世界 又在机缘巧合下 得到了万族最强法门 在这里 我找到了复仇的力量 我定要修成 盖世王体 打破未免壁来 回去复仇 可在我以为自己足够强大 欲要破开仙门时 还是失败 却没想到因此误他误撞 又转身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 东山大雪 张义 张义 你没事吧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不管我怎么变 我还是那个张义 始终不变 这么肉麻呢 看着一大群人围着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情 没想到是你这个窝囊废啊 张义 还真是打扰到周慧小姐的雅兴了 好了 周姐 别这样说张义嘛 她人很棒的 雨瑶 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你忘了明天郑公子 可是请咱去酒会了吗 早点回去准备准备吧 可 可我还没决定去不去的 那张乔惠 等等 雨瑶 张义 你也不希望我去吗 好蒙子气 对啊 如今 一步通往昔了 没事的 去吧 多认识认识人也好 那我就去吧 我先回宿舍了 你早点休息 这一次 我定不会再让悲剧重演了 任王爵 乃宇宙万族中最强法爵 而鸿蒙子气 乃混沌未开的天地本人之力 乃先加必争之力 我只在上次天解中亏的此气 没想到 竟因此得以在这个时空炼化它 重修任王爵 以鸿蒙子气铸造任王体 只待任王体大成 怕是那最强仙气 也奈何不了我吧 不过 方才练到人王爵第一层 看来地球灵气稀薄 以后的修炼 怕是会很艰难了 好 这灵气波动 我无常 下楼 下楼 您没事吧 你 你们快走 灵力 灵力 下 下楼 我要更多的灵力 不好 我下楼增火入魔了 快就请吴先生过来 你所练的这道法门不适合你 若继续修炼 轻则金断残废 重则性命不保 灵气 这宠佩的灵气 鸡之 便献你小子的灵气 来承诚老夫吧 也罢 相逢即是缘分 我便祝你 一臂之力好了 果然是这样 这套功法 恐怕只有基础的土纳之术 当人修炼到一定程度时 功法 便无法支撑它化解灵力中的杂志 方才走火入魔 就是你小子 安静点 你 吴刚 不得无礼 夏老 都退下吧 在下 夏国雄 未想今日练功 闲些走火入魔 多谢先生 及时出手相助 老先生客气了 相逢便是缘 只是 老先生应是有旧伤吧 你修炼的法门刚忙 若是继续修炼下去 恐有性命之忧 仅是一眼 便能探清夏老的问题 这下子到底什么来头 先生 可有解决的法子 既不合适 我改了便是啊 哎 若是你放心的话 不如将功法交给我修改 修改功法 年轻无数大人智慧的功法 岂是一般人能改的 可 这位年轻人 怎么 老先生不信我 此时下架 还需我继续称着 这位年轻人 或许真是上天 派来助我一笔之力的 只能这样了 先生说笑了 劳烦先生帮忙指点一番 果然如此 老先生放心 我大抵知道这本功法的诀窍了 修改起来 也算守到前来 我先走了 待功法改好 便联系你们 恭候先生加一 夏老 您就这么相信他 这修炼秘籍 无妨 对于古武宗师来说 我那本修炼秘籍 可入不了法眼 群青龙见识古武宗师 羽瑶啊 今天是我们姐妹的聚会 你把她带来干嘛 我是羽瑶的男朋友 她去 我自然也有去的 再说 你不也邀请了其他男生吗 诶 羽瑶 你真的跟这家伙 确定关系了 嗯 他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真是便宜这臭小子了 羽瑶 你可要给我准备礼物啊 放心吧 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一份大礼 大礼 你能送得起什么大礼啊 待会你就知道了 叫你准备的事 你应该准备好了吧 郑少 您就放心吧 东西备得足足的 绝对不会 误了您的雅兴 郑少 不来看看 我把谁带来了 啊 看来精短 又不满了 早就听闻 怎么又多说了个男朋友 谢了 里面请 里面请 我没想到 周慧居然约我来了这儿 你要是不喜欢 不如我们现在回去吧 放心 有我在 你去查查这小子的身份 顺便叫王龙 来包厢外候着 要是有事 直接做了他 郑少放心 我这就去办 对了 宋大小花 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啊 我竟然都不知道 其实也没什么的 我和张义在上大学前 就是同桌了 收货就干嘛 莫非 就是有问题 好啦 先别学要你的男朋友了 你赢 今天郑少请我们来 我们也敬正少一杯吧 来喝吧 喝完我才好办事 果然是这样 好热 诚慧 你怎么了 不知道 好热 这都能弄错 真是个废物 镇上 我查到了 这个张义家里 没什么背景 据说他爸 还是个瘸子 这样就好办了 喂 你叫张义是吧 这张卡里有十万 拿着卡滚出去 接下来 这里就没你什么事了 张少男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小美女 我想花十万 向你男朋友买你一碗 你猜 你是穷狗男朋友会答应吗 你 终于 还不懂吗 小美女 你男朋友已经把你卖 抱歉 这下可以把嘴闭上了 王龙 出事了 快进来 张义 想惹麻烦 就该放开正少 放开 我和她的仗 还得慢慢算 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 惹到正少呢 正少你早被人提起来了 还在那儿乱去干嘛 快来救我 正少放戏 让我来看看 这小子的血 是什么颜色 你小子也是个练家子呀 这小子 在爷这种鼓舞练体者面前 只怕是在刮杀 知道你是没脑子 只会练体的人 是 把你带来的人带来 是 主人 老大 这是干嘛 老大 正少还在 别 别抓大力啊 长忌 没想到你还有两把刷子 我可是要看看 你这破功夫 能挡下死蛋吗 糟了 今早给夏老疗伤 灵力消耗太大 恐怕发动不了人王绝了 啊 王八蛋 你不是很能打的吗 啊 哼 怎么 现在说不出话了 啊 啊 张义快跑 啊 啊 疼疼疼疼疼疼 van 疼 你们这 dependent狗男女 七天 谁都必需要离开这里 啊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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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έχ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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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你觉得 Today到底是谁 走不出这房间 那我 那我 放我走吧 我想妈妈做的饭了 你这恶霸人设 给我支愣起来啊 怎么搞得像是 我在欺负你一样 是谁在这里 哭爹喊娘的 也不怕坏了老子的生意 爸爸 这是我儿子 爸爸 快救救我 这对狗男女 你一个都别放过 跑你个毛小子 敢在老子的地盘 弄我儿子 找死 我说你小子 我让你帮我找人 你在这磨磨蹭蹭地 做什么 吴爷 那个 我儿子 张医你死定了 吴爷和我爸都在这 你敢动我 小吴 怎么才来啊 小吴 你怕是被吓到失了痣 你可知道吴爷 是什么人物 张先生 张先生 不好意思来晚了 夏老抽不出身 便派在下来接你 夏家的夏老 这小子到底什么身份 无妨 东西我已经弄好了 只是你也见到了 现在有点小麻烦 先生客气 这点麻烦 在下帮你解决便好 糟了 惹上这好人物 我儿子 张先生 是我教养不佳 让犬子麻烦您了 让我带他给您赔礼吧 陪礼 他想要欺辱我女朋友的事 你也能带陪 这 爸爸 别听这个穷小子的 他在诬陷我 快叫人尽量把他做了 什么事都没了 闭嘴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平日里做了些什么恶心人的事吗 张先生 尽管罚他吧 只要留犬子一条性命 如何都好 这可是你说的 郑老板 这里就交给你收拾了 没问题吧 不敢不敢 张先生 吴爷 慢走啊 张先生 您就给了那小子一拳 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那一拳 足够废掉他的灵根 恐怕他以后都不敢为非作歹了 哦 对 我差点忘了 这一千万 是夏老托我转交给您 答谢修改功法的酬劳 夏老知道 您不在意这些身外职务 但 还请您务必收下 算夏老的一点心意 既然是夏老的心意 那我就收下了 千万 我的天 原来钱是这样赚的 这下子恢复灵力的药材 不是有多少买多少了吗 张先生 其实夏老还有些事想和您戏谈 若是您有空的话 我送您过去 正义 有件事我想和你说说 啊 小吴 你先上车吧 我等一下过来 好 那我们待会儿见 对不起 张义 之前你让我和周慧保持点距离 我没听 没想到今天 就会发生这种事 还把你牵扯进来 傻丫头 之前我不是说 要保护你吗 哪是把我牵扯进来啊 哼 我可不傻啊 这样的誓言可不要乱说 免得以后我失望了怎么办 嗯 张义 你这些天变化挺大的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秘密 只是 无论如何 你都要好好保护自己 别忘了 还有我在后面担心你 嗯 玉瑶 嗯 我会保护好自己 也会保护好你 啊 或许 她真会完成自己的誓言吧 玉瑶 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你 要我送你回去吗 哎 玉瑶 我送你回去吧 顺便聊聊天 真是阴魂不散 不用麻烦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哎呀 别见外马 伯父伯母可是交代我俩 要好好相处 方便以后结婚的事 哼 赵金城 我再警告你一遍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也绝不会 为了你我两家的关系 和你结婚 既然我爸妈 这么看得上你 那你和他们结婚好了 告辞 果然是个涉事未深的小姑娘 也好 我便让你看看 那个穷小子 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的 张先生 既愿意帮持我夏家 便是夏家的荣幸 若是需要什么资源 尽管开口 啊 夏老客气 不过 我还真有仪式想说 先生 尽管开口 夏老客见过此 嗯 有点印象 似乎是燕金某个大家族的富二代 嗯 果然有问题 张先生 与这小子有过节 嗯 当年此人设局 将我父亲推大手 差点毁了我的手 当时我没察觉什么 可现在想来 年轻的富二代 何必大费周章来这闹事 那么 先生的意思是 我想这其中必有隐情 还请夏老帮忙查查 这个人身后的势力能够 张先生 尽管放心 我马上派人 把这事查得清清楚楚 那便麻烦夏老 哈哈 应该的 张先生的事 便是我夏家的事 大哥 你可得帮小弟报仇啊 你看张义帮我打的 这伤疤 虽然留在小弟的脸上 却是打在大哥 您的面子上啊 张义 那个窝囊飞 那小子不知从哪儿学了武术 我们三个人 被他一个照面就打倒了 有点意思 正好小爷最近没人陪练 走 去会会他 张义 张义 等等 朱浩 什么事这么着急 快 快跑 李强 李强找来赵紫航 要报复你 赵紫航 对 就是我 小爷便是赵紫航 真的 居然真的是赵紫航学长 不愧是杀星圈 和舞蹈决赛的男人 学长好帅 听说你是个 配得上我的对手 来切磋吧 没进去 溜了溜了 说好是个狠人哪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可由不得你 能尽其骨押者 哼 还没完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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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打狗可要学会先看看主人 滚吧 世伪没提上来之前 真是别去 看来 值得用内招了 只是这么多人 学长 现在丑了 谢谢谢谢 若是暴露了人王体 恐怕后患无穷了 有了 阳光 好好看 喂 那个刮痧的 是我一级完全体的红一拳 还仿佛像个无视人 真是恭喜你啊 成功吸引了我们注意力 上次一次眼哪 你刚才 是有说过绝对的力量吗 死吧 这是人次网行 可恶 好快 只有这种程度了 给我死 终于能看清了 这 这是 居然是赵紫航学长 说好武道会决赛选手呢 他也不过二 不会吧 怎么会这样 就这 没想到当年的鼓舞天才 也泯然中矣了 人都被打成这样了 你就少说几句吧 就是就是 喂 玉瑶 怎么了 那个 我爸妈知道我们的事了 他们想在过几天的生日宴上见见你 啊 现家长 张先生 张先生 终于把你给判来了 张先生 里面请 这是怎么了 我只是来取尚武托夏老帮忙准备炼丹的药材 夏老这次遇上了些麻烦了 麻烦 岭南一带 还有敢惹夏家吗 嗯 今日东方家族忽然赌上全部身家 对夏老发起挑战 不知用了什么妖法 夏老有些 赌上全部身家 有点意思 张先生 就是这儿了 夏老头 揭好这一招吧 水刀 骨龙斩 撑不住就快认输吧 没什么丢人的 哼 你以为能吞并我夏家 痴心妄想 那我也不会手下留情了 怎么还有些没劲 这 这灵力不是他的 肯定有人在暗地帮他 这人有些古怪 果然如此 难怪敢赌上全部身家 不过 也只是雕虫小技罢了 看我的 人王硬可以把灵力 化作各种形态的兵器 等我把你的乌云吃掉 看你怎么把灵力传给别人 放开肚子 吃掉它吧 你们看 街上的乌鱼被一条黄色虫子吃掉了 真的是虫子在吃乌鱼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不是什么虫子 这是人为操控的灵力 难道有高手在场 是他 是他 这 怪不得输进来的灵力突然消失了一般 雕虫小技 我去 这一幕好像在哪里见过 这是 我眼花了吗 不 定是有高人在斗法 就算你是孙悟空七十二变 也逃不过我二狼神的手掌 下老头 你输了 哈哈哈哈 张先生 快帮下下老 他快坚持不住了 不急 这黑色灵力 妄图吞噬我人王绝的灵力 简直是自找死路 糟了 黑鹰要暴体了 可那股力量 明明被我的黑色灵力吞噬了呀 我去 怎么回事 这 这股力量是 下老 这是张先生施法借给你的灵力 东方无心也是借用了别人的灵力 怪不得 这东方老鬼突然变强了这么多 现在 有了张先生的灵力 东方老鬼 打命来 慢着 下国雄 你孙女在我手上 什么 疯儿 东方老鬼 你好卑鄙 胜者为王 下国雄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否则 你孙女 你孙女就是被你害死的 这 想不到这东方无心这么无耻 说好的笔泪台 竟然玩音的 这下麻烦大了 下老对这孙女的疼爱胜过一切 小屋 一会儿我喊上你 就立马冲上去救下老的孙女 记得要快 可是我再快也没他们的刀块啊 万一我惊动了他们 他们把人杀了就坏了 别担心 神肯定会没事的 听我的就是了 孙女神兽 先凭我在他孙女头上来两拳 看下老鬼你是要嘉义 还是要你孙女的命 你敢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 小屋 快上 夏小姐 你在干嘛 刚刚 发生了什么 凤凰小姐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张先生 刚才多亏张先生 才安全把你救回来的 谢谢 控魂术不仅过度消耗灵力 反射还非常厉害 现在这身体 还是得慎用 小意思 这小子看起来弱不禁风的 如何救的我 东方老鬼 这下 他有什么把戏 竟敢动我孙女 夏老哥 我认输我 我身家都给你 看在认识多年的份上 你饶我一命 丑险 这是我给你的警告 下次再敢动我孙女 定 娶你狗命 拿上来吧 我可没有强迫你 你应该是自愿的吧 对对对 我是自愿的 怎么回事 说好的 有你在我必胜的呢 我被你害的 身家都输光了 今日有高人在 不易就留 等我三日之后恢复连起 必定血洗云乐时 三日后 我失去的要加倍拿回来 我们走 是谁又在吗 爷爷 张先生 多亏你今天相助 要不老朽 可能要输光家业了 应该的 应该的 这东方无心 向来不老实 但是今天 竟敢公然带人 来我夏家挑战 却是反常 还有那个暗中 相助他的黑袍人 手段诡异 不像我云乐时的人 看来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老夫和凤儿 呈张先生救命大恩 无以为报 这东方家的产业 老夫拿着有亏 还望张先生不要嫌弃 这产业 理应是张先生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过我这人一向懒散 不会经营 那就交给你帮我打理我 虽然感觉得出 这夏老师害怕暴霍 吉利拉拢 但是有了夏国雄这份事 对于布局整个云乐时 其微重要 到时候揪出 害我父亲背后势力 就简单多了 这人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爷爷和吴叔叔 都对他如此恭敬 难道 他真是个高手 爷爷 你不是说要给我找个师傅 教我公法 就让这位义先生教我怎么样 哼 正好 让我试试你的虚实 这 这就要看张先生 有没有时间了 我这两天有点事 待我办完事 倒是可以指点 风儿小姐一二 毕竟拿人手短 也不好直接拒绝 既然张先生 这么信任老朽 老朽一定不负所托 替你打理好家业的 对了 我准备练几副丹药 你帮我按这个单子 弄些药材来 还有 最好帮我准备 一处偏僻的房子 小吴 这事情就交给你了 以后张先生吩咐什么 你照做就是 是 上了